好幾名男子走上轎车悠悠走過馬路 其中一人手上還拿著扳手 眼看四周沒人蹲在路邊 對停在路上的機車動手腳 今晚有人要交流嗎 拿著T型扳手對著車牌轉那轉 沒幾秒時間就拆下車牌帶走 甚至自己還把整個犯案過程 拍下影片PO上網 到了三名嫌犯把車停在這個地方 接著就到社區門口前 拿工具拆解車牌 但抬頭一看 當時有四支監視器都往這地方照 行徑相當大膽 照在新北市新店移動社區大樓前 附近是住宅區 到了晚上人言攜手 警方調查原來雙方有債務多分 竟然衍生成切到案件 二十歲的鄭信祖賢是一名大學生 共振借錢給二十二歲 張信被害人約一萬元的現金 但對方不肯還錢又避不見面 才氣得走來兩名朋友 凌晨的時候帶著扳手拆下對方車牌 三人解剖犯案又攜帶凶器 被檢方一加重切到罪起訴 所謂的凶器並不限於武器 也不管你是攜帶還是現場減死的 只要客觀上可以打人造成受傷 例如螺絲起子 例如本案中的扳手 甚至是石頭 都會在法院認定是凶器 三面嫌犯否認切到 還說這舉動只是開玩笑 避重就輕 緊急調查 其中兩人各拆下一個螺絲 另一人則公稱 自己只有錄影 沒有犯案 但檢察官調查 認定他當時正在把風 也算共犯 這回為了一萬元 找了朋友助陣 想出一口氣 沒有想到三人截夥犯案 玩如手心集團 構成加重切斗罪 對於這種恐怕得關上五年 TVB新聞環境 我是阿曼的新聞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